噢 葛冰 就等着你找上门来 今日你逃不了了 臭丫头 快把海洋箭矢交出来 别做梦了 都是因为你们 我现在才变成这个样子 小子 我今天不会让你轻易死掉 我要慢慢折磨你 看你一点点痛苦而死 给我上 救命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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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nicht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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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客人 快 快 净撑 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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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太帮我 快 诶 不准备 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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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受死吧 走 走 快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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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可能 不可能 都被小凡在吸收天地之气 哥 别够这 流星期 雷儿终于爆发动气了 什么 竟然直接跳过了普通骑士的天地人三个阶段 现在他拥有了星辰骑流星骑士的能力 我已经是磨人了 为什么还打不过你 正因为你是磨人 抓住这个蛤兵把他带回去 青兄 青兄 我们走 青兄 你跟总理书照顾好童三叔 浩瑜姑娘 我去把阁边交给龙山龙 哥 要是有娘的消息 就马上回来 我要跟你一起去救娘 等我 小心啊 四安楼主 现在可以告诉我 我娘在哪儿了吗 这小子孤身拿回海洋界时 又能抓住葛宾这个汉匪 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流眼泪 哭鼻涕的小屁孩了 看来他早已远远超出我对他的认识 好 你等等 这是在哪儿 他被关在墨阳城的秘密修炼行宫 最东边靠海的雷朝鸭 雷朝鸭 谢四安楼主 他也不问问雷朝鸭是什么地方 那里看似龟吏 却奇幻凶险 墨阳春部的结界 岂是他能对付的 雷朝鸭确实凶险 这大概 就是出生牛犊不怕虎 那雷朝鸭 可不是靠着他的匹肤之勇 和一点点运气 就能闯过去的地方 走大路太远 不如抄冷穷山这条劲道传过去 不过听说这山盗贼盘踞 经常劫商客 但我看起来 也不像有才可欠的样子 应该没有问题 幼儿 幼儿 宋令叔 来 把药喝了 又喝 你这次爆发痘气 与葛冰恶战一场 你体内的痘气全是乱的 这个药可以帮你稳定你的内力 是 谢宋令叔 我给于姑娘也服了一剂 她醒了 伤势如何 她服了草药以后 应该再逐步恢复功力 不过现在的情况是 一会儿昏睡 一会儿苏醒 好在生命没有危险 那就好 还麻烦您多照顾她 你还有事 没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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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不是 我不太懂照顾女孩吗 你呀 以前照顾十二的时候 又是喂饭又是错备 很细心啊 那是因为十二是我弟吗 也是 于姑娘不会有事的 你放心 早点休息 好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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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知下次 什么时候能再见面 岳姑娘 希望你早日康复